好的 我們很快的回來了 我們現在進到的是今天的第三個波山喔 地圖拍到的是這個宇宙藍寶石 這是一把ZVP 地圖左上角 紫色的蟲族雷諾 地圖右下角 黃色的神族Eustria 今天這個節奏 連讓我去洗個澡的機會都沒有 非常棒 一場接著一場 舒舒服服 開局是直接拉一隻弓兵過來 擋一下雷諾的開控 好可憐 不過老實講 這張圖其實我覺得蟲族 惡礦直接放在3基地的位置 我覺得反而是好事 前面那個蟲胎 如果接的夠快 一下敷過中場 等一下這個神族的聲控壓力也會很大 這張地圖其實兩邊如果都對開三角點位的話 這個距離其實是很近的喔 其實有時候後銅走一走 就不小心又爬到一點神 我洗澡直播 最好是會有那種東西啦 可以考慮 你抖個 你抖個100萬我可以考慮一下 OK吧 上次那個宅蘭杯的休息時間一言不合 就中間30分鐘 然後再串插個閒息 吸個澡10分鐘會解決的事情是要多久 這邊 這個ustria 第一隻選擇 直接做一隻虛空 如果雷諾這邊 雷諾這邊 第一時間王朝露進來 飛進來看 所以也知道你這裡做虛空 那原則上 你看到虛空家裡就不用第一時間插高紫塔 其實這個就 對從族這邊來說相對來說就是蠻舒服 你就可以盡量的 盡力的偷 一直往後偷 沒有看到你再加速第二隻限制 那這個時間點 原則上這個時間點就要看 就看從這邊選擇 因為原則上你可能每個方向都會有兩隻後蠢 在有兩隻後蠢的情況下不太可能 先知繼續印出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看 雷諾這邊有沒有 蠢族通常會選擇再多一點 就可能 對自己防守是有信心的 就 包子塔就都底下 這邊下了一個 喔 我怎麼突然lag一下 他怎麼突然 馬賽克了 今天沒有人跟我對 我都不知道是我這邊的問題 還是他們那邊的問題 那有什麼問題 你們抖到這個數字 我們大家都好討論 你們抖到這個數字 我們大家都好討論 是啦 你們現在連這個 REX的這個 飛機票都還沒抖滿 你們彈什麼一百萬兩百萬啦 跟我開玩笑 喔這邊的狗過來 我們鬧一下這個神族三礦可以喔 這邊 稍微 稍微干擾一下這個神族的經濟 喔 但這個 這個肉看起來是要 等一下要打一個 冲狂白球一波 他後面看起來是要直接接一波 過去A了 但是這邊 這個 雷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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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已經 已經在按蟑螂啦 這邊再去check 等下再去看一次 神族三礦的瓦斯開得怎麼樣 這邊 這邊 就是進來 但第一時間雷諾的兵也都佔好了 但是第一時間雷諾的兵也都佔好了 運換了兩次 這 哲學啊現在 現在就是後續界這一波 但問題就是在 嘖 但問題就是在 這個蟑螂 等一下 這個雷諾是已經不停的在按了 這一波真的要打到東西 其實難助就有點高 nice nice 白球你在前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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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不要催我白球 有有的進出來救了 果然已經 剛第一時間也是被看到了 欸 果然就不想殺了是不是 我怎麼感覺 而且啊這個流程 啊蟑螂一波走過去 是不是就隔屁啦 奇怪啊 那這個流程這樣打的 有點奇怪 我感覺那個蟑螂兇態一點 如果是那種蟑螂 山礦收到滿運然後蟑螂一直按的那種 好像就隔屁了 這個流程感覺是神經的 那這樣子 雷諾 這個 雷諾家裡三門在跳 然後等一下應該是要直接轉盾地獸 這邊盾地獸轉出來 這個 這邊也在 也在準備跳烈光球啊 那還行 這個進度的話 烈光球是來的 但現在比較難受的是 比較難受的還是這個蟑螂已經鋪在這個正面 直接壓在這邊啦 這個 事況等一下會有點難受 過來 用火杖稍微砸一下 這邊 這邊 烈光球也轉出來 原則上問題不大 現在就是雷諾如果剛剛有看到 他有看到這個烈光球的話 家裡其實飛網 飛網其實也可以開始按 反正現在神之這個正面 現在這個正面大部分還是要靠 還是要靠這個烈光球才站得住 人力收在變 現在瓦斯還是 還是有點吃緊 奇怪了 這個Eustria這麼喜歡一個VR再續這些東西了嗎 這個時間點兩個VR續 都不過分吧 這個一個一個續 其實 真的真的蠻危險的 這個timing點只要一旦重組 只要有飛網出來 然後把你這個烈光球全部勾走 你這個正面就等於等一下完全打不贏這場 打不贏這場蹲地獸 喔來了這邊繞了一大坡蟑螂到 往這個Eustria家裡A過去了 那這個正面要上嗎 這邊蹲地獸是已經先卡在那邊喔 這個正面感覺是一個機會喔 烈光球丟 炸了一點點 蟑螂有換到東西嗎 這邊只有一隻虛空在手 這邊這個虛空打得有點慢 看 蟑螂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換到東西喔 喔可以喔 這蟑螂看起來沒有換到太多東西喔 然後這主要是 主要是這個正面啦 這個正面還一直壓著重組啊 不過蟑螂 這個蟑螂有點瘦 正面直接一直跳 直接一直跳 這邊在蹭 應該可以把重組上面這個礦 上面這個基地 端掉 這個基地端掉之後 然後神主趕快再把自己家裡的武炮開起來 主要是剛雷諾那波 蟑螂技能上都完全沒有換到東西啦 然後他這個正面奇怪喔 他這個正面是不需要按 是不需要按飛蟒的嗎 感覺 這個沒有飛蟒 隨時都會暴斃耶 烈光球在丟 炸一隻 再炸一隻盾滴獸 這個時間點你這樣子被壓著 變成你不出飛房 變成你的地面要按更多 啊兩顆烈光球 變成你地面要再按更多啊 然後你沒有太多的餘力去轉型 現在這個 Eustra是抓緊機會 家裡準備要轉這個 準備要轉航母的 繞了六隻盾滴獸過來 這裡扣回來 烈光球開丟 啊 還不用丟耶 不朽都打不贏 有鐵頭 然後這個正面再壓過來 這把這麼鐵頭 真的都不出 真的都不出飛蟒的 下面這邊繞了一波狗 看起來也被守住 被頓地獸剛剛戳了一輪 但也沒有戳到東西啊 裸兵 奇怪了 這雷諾今天 是不是怪怪的啊 怎麼這麼鐵頭啊 神豬 神豬這裡 這裡這個 航母在做啦 但是問題現在在重塑這邊 重塑這邊的 工坊其實也沒有快 也沒有多到哪 也沒有快到哪裡去 然後再來是 部隊的質量等一下 又會 又會除一個比較劣勢的型號 誒誒那正面的頓地獸要被硬吃了 這邊的頓地獸要被硬吃了 哇 他頓地獸被吃完了誒 那這波正面 這波家裡一定要拿什麼手 這邊 這個正面推過來 這裡同樣是在刷 這邊已經打一個換家 但主要是 但現在問題是 家裡有航母會出來 所以理論上神豬家裡 頂多就是掉一個基地啊 理論上守住是沒有問題的 但重塑家裡可能要連續被斷個兩三片礦 這邊給你 這個神豬三礦也掉了 但問題是這航母應該是要出來嘍 航母應該是要蓄出來了 這邊重塑應該是要 雷諾是不是選擇包回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波包回來包得怎麼樣 狗先上狗先上 再來再來 烈光球 可以喔留住了 留住了 包回來留住了 為什麼感覺剛 第一時間 直接直接recall回去好一點 感覺如果 有感受到這個重塑 是第一時間要包回來 你把那個礦硬點然後直接recall 好像比在那邊跟他慢慢打好一些 怪怪的 這樣這一波吃完 神豬是航母 如果是你算航母的話 重塑就沒有這麼怕 你等下過來的那一波了 感覺剛剛這個地面送掉有點可惜 感覺剛剛這個地面送掉有點可惜 這邊只剩下 只剩下4台航母要打39隻刺者 我是不相信 好這邊 不傳人精進 這個人精進來 刷了一輪兵 現在就要靠 現在對神族來說就要靠那個 靠地面那個烈光球 等一下去破壞對面重塑 那個刺蛇的陣型 現在這個烈光球就很關鍵了 等一下已經不太能有死路了 這個人真的 雷諾堅這個頭真的有夠鐵 他真的一隻飛馬都不想按 他今天就是來告訴大家 這個遊戲是必須按摩法單位 喔有有有飛馬在這 喔 這個正面 烈光球 烈光球台在後面 烈光球過來 球丟下去 炸了一點 再來 還有嗎 完蛋啦 這個烈光球沒有炸到太多東西啊 而且 這個小飛機 航母的小飛機要被射完了 喔這裡有閃電 可以喔 自己把電下去 喔 自己把電的 有點舒服 但二礦這裡 主要是二礦口 這裡門口是在做 這個門口在做這個烈光球的啊 烈光球 烈光球再來 那這波還是劈腿 這一波沒有打下來雷諾應該就要回家轉型吧 再繞一波狂安斯過來 再砍一下這個 吃一下這個重毒 陸續出來的刺蛇 這個要走不走的一直一直一直A來A去 先吃兩台航母可以 但這個烈光球 還是炸的一番蠻大的 再來 現在主要是 刺蛇 地面這個刺蛇可能會站不住啊 因為對面有烈光球又有電逼的情況下 不好打 那接下來就是 對從昨天來說 他現在這個正面要打的話 他只能靠 飛馬慢慢的 去把那些航母拉過來打 喔這個飛馬 他還被遺忘了 這波看起來還是個機會喔 這波A過來 充足的對空好像不是很夠喔 不過主要是雷諾死一波之後他是有錢可以換一波撫飛出來的 他這邊是可以開始慢慢再續撫飛了 天啊這地獸再繞過來再換 再去騷擾一下這個神族的家裡喔 很不舒服喔 到處都被埋這個對地獸 雖然沒戳到什麼實質的東西了 但一直有 一直有提示音啦 一直有提示音啦 很不舒服啊 有奇怪的聲音啦 哇這是怎樣 左下角這個 可以分 可以分一點刺繩過來 把那三隻追劣解決了 三隻追劣就在那邊當丁子戶 你每次要過來 我就把你的那個基地點掉 這張地圖的礦其實也算少的 這張地圖就是兩邊各六個礦然後去搶下面第七個那個黃金礦喔 看誰可以搶到喔 履歷上重組應該是要把那個黃金礦早一點搶下來 總算把這個丁子木拔除了 然後這邊正面飛馬勾過來 這什麼意思 勾兩次可以 剛六六球 阿會不會還活著回去 我的天 勾了兩次還回去 這彎鐵弓球怎麼一次射出來 哇 哇你一次射好多喔 受不了 你怎麼一次射這麼多喔 這邊家裡 哇 沒有刷出來 像這樣子 剛那波沒有成功的把那個 重組的部隊拉回家喔 然後現在比較 問題比較大的是 Ustrasia自己下面這個六框一直開不起來 這邊正面頂過來 這個位置 哇全部的球被勾走 有沒有辦法先點掉那些盾力獸 球要沒了 球要沒了 喔有有有 球保住了 全部球全部殘血保住了喔 那這樣子這個正面頂過來 重組不一定打得贏喔 這邊要看一下 這邊頂過來 總是剛剛盾力獸全部吃完了 這個地面 白球很多 這波沒有 這波沒有大龍不好受 這邊選擇是把氣全部都變成對地獸 這邊在端況 喔烈光球射了出去 哇 這感覺 感覺要舒適啦 這波真的撫飛過來 也不就打得贏耶 主要是下面的 主要是下面的 白球太多了 這白球 你撫飛一個不小心被這個白球摸個兩下 撫飛可能就要全部殘血了 這個正面再過來 這裡只有兩隻地獸再戳 這光球全部丟出來 哇 收不掉這裡 白球站在這個航母的前面 這個撫飛不敢過去摸 再來再來 閃電電下去 這邊航母要很小心喔後面 後面有有閃電在保護 第一時間電下去保護自己的航母 但這個位置這個位置白球沒辦法幫他摸 要搶一下位置 喔 列防球被丟出來 變出來的盾地獸又死了一些 這邊再拉 只能靠飛馬慢慢拉 飛馬慢慢拉 因為這個白球在下面 第一時間你如果撫飛直接上去A4 絕對會被摸成智障喔 再來 後面後面 拉一下陣型 陣型拉一下 白球 喔閃電電下去 哇這台航母還沒死 感覺這個充足對空有點不夠啦 這個撫飛的量沒辦法拉過來就秒掉 這邊有點難受 雷諾礦廟要全部被端完了 這邊 頓地獸出來 但雷光炸下去 又沒啦 不是啦 前面打的有夠鐵頭啊 叫個屁啦 這邊就算你把 這邊現在的問題是就算你把這些航母解決完了 你也沒有 東西也打不贏這個白球加雷光球啊 這兩種球在地邊你根本打不贏啊 喔 我就看你去隨處殺尿 我看你可以尿多少東西 看你多會尿 雷諾已經把自己所剩的錢全部花完了 已經一滴都不剩 蛋啦 沒有東西可以打得贏 可以打得贏那些航母啦 現在主要是撫飛也不夠了 所以現在這個量應該 就算有飛王應該也打不太贏 也打不太贏這些航母 後面再繼續 雷光球丟 這局之後全部都殘了 這邊恭喜這個 Ultria 先拿下了一分 感覺這把是中期這個雷諾打得太鐵頭了 他看到對面 其實他三本已經好的情況下 看到對面才剛開始轉裂光球 一顆一顆出來 其實那個時候如果 他前面在A2的時候 就已經有帶飛嘛 感覺 應該中期可以打出 更多的 可以打到更多的東西 他主要是 他變成中期 沒有東西可以打裂光球的情況下 他只能爆更多的兵 去跟對面運換 你怎麼這麼鐵頭啊,兄弟 你怎麼這麼鐵頭阿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來就要看這兩個人的第二把 感覺雷諾最近的比賽都是要先搞個一兩把 Bow 5就搞兩把 Bow 3就搞一把 我們先搞完 先搞完之後我們再認真打 好現在要進到這兩個第二把 地圖來到的資料C 地圖右上角是黃色的神族Austria 下角是紫色的蟲族雷諾 盾地獸做多是沒有問題 但他看到對方在轉烈光球之後 你第一時間就要有想法就要去轉飛 明明就有給你一個 就有給你一個東西可以去克制對面的烈光球 你偏偏不出那我也是沒辦法 那你就是注定戰損職虧的吧 而且最主要是 這季的地圖其實像剛剛那張圖 其實礦就不算多的地圖 如果是 如果是那個 像這張地圖的話 這個兩邊各可以開八個礦主 應該是記得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啊對 一邊應該是八個礦 像這種有八個礦地圖 就比較能夠讓重塗去用盲 但現在有 應該有三到四張地圖 是只有 是只有大概六個礦主 這種情況下 其實重塗就很不適合 很不適合去用硬盲的去盲對手 因為其實你在怎麼採 你就是大概就是這個礦量 而且有幾張地圖是很明顯的 就是你不太可能去開到對面的礦 像剛剛那張圖其實也幾乎是不可能去開到對面的礦 因為 你這 這幾張地圖像剛剛那個 宇宙蘭寶石 或者是像 那個瀑布啊 或者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關心者這類的地圖 都是只有兩邊各六個礦 然後 界線又畫得很明顯 你就是那六個礦 你要跟人家 跟人家往後打 對最多就是中間 或是 左下角都給你一個黃金礦 但 剛剛很明顯 那個雷若第一時間 那個黃金礦也沒有開閃 所以其實 你沒有 你沒有積極優勢的情況下 你很 很難去跟 去跟 不管是神族 或是人類啊 去做那樣大量的交換 那個賽季地圖感覺是 最重塗這邊來說 這張地圖就可以這樣做 但 其他那種礦掃地圖 就是 從族變得是要打得比較 你可能也是要選擇 把自己的 部隊資料往上跳 去跟 去跟 對面的種族 去做交換 會比較合理 這把神族 Eustria這邊 一樣是VS開 不過 這把第一隻 直接做先知 不然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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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教授剛剛是怎樣 互相取暖 互相抽插 第一時間空也點下去了 有個VC也放了 這樣就要看一下這個EURSHA等一下要怎麼接 這個VC接的情緒很快 好這邊第一時間網友看到後衝第一天佔定位 先知第一時間就往旁邊繞船 這網友主要是借來看一下你這個惡礦的三四氣怎麼開得這麼慢 因為這時間點你那個氣都還沒開 不過EURSHA是有開另外一邊的啊 然後自己家裡也閃就一起 看起來應該是要打一個小Hero流 先知一直知道但都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進去戳農民喔 這後衝第一時間都站好了 OK喔這三礦這裡沒有後衝要過來戳一下 不過這把剛好雷諾這邊打的是一個一攻的開局 所以這個開局理論上在中期對這個閃爵還是會有點壓力 嘗試的在飄教室進來卡一個位置 哇沒有卡好第二隻沒卡好 這邊還是要硬點還是再換一點 耶完蛋了後衝走得太出來了救不了救不了 蛤 不過前面這個開局雷諾這邊有夠虧 這邊為了要救那兩隻後衝然後又壞了一點口調 然後這裡這個四基地還有可能走壞住 這限制...喔沒有限制沒人量 這邊追劣再繼續蹭 這邊再蹭這閃爵好了 這邊再跳 然後如果等一下你不然追得太深 等一下這個... 這個... 狗腰踩到那個靜置立場啊 這邊後面有一顆 這邊贏掉了 有看到有看到還行 但主要是現在這個問題是這個正面追劣有點狂不住啊 追劣有點多啊 算了啦這個四基地很危險 四基地先進來點這個滿魔的獲蟲 欸 舒服...這裡很不舒服...這邊繼續再接... 這個... 這個Eustria其實打的是這個小Hero流這個變形吧 因為他這個打法雖然看起來差不多 但他其實是犧牲自己的攻防在打 這個是完全沒有提攻防在A這波的 所以他第一波出來壓制的時間也比較快 你看他這個一攻其實是非常慢的 正常小Hero流是... 這個時間點可能二攻都比誰也決定要暗 先...使用大量追劣 B.O.在你這個...這樣體數好之前喔 在這邊一直給你壓力喔 我們家裡繞著脫狗換了一些追劣還行 但這個正面還在蹭還在蹭 我們繼續蹭 剛穿的...剛穿過去的...那坡狗換了酒膿啊...還行啊 再來... 這邊...這邊有一點小小的...小小的事物 這邊掉了一點追劣 啊呦...啊呦...這怎樣了 剛剛那個一隻狗洞...他剛剛應該是A了某的東西 然後...對...先往前走了 那這樣子...如果讓雷諾成功的...撐到他的二攻好 這樣子...等一下...這個攻防的優勢就會體現出來 而且這邊狗再往外繞了...這邊有點不舒服...這邊剛好一個狗往外繞... 這裡有一堂在後面包過來 喔...第一時間再over殻可以 這個反應很快喔 沒關係 stepped in here…這是第一時間全部 küçük拉走 剛好這雷諾原本...剛剛那個狗應該想要去...想要去換家的 tip 但沒...但沒想到剛好... 抓了一個timing點可以包回來 這個...運氣還不錯 現在重點是這個... 蟲族的近戰惡攻要好了 這邊分了一個雙線 奧斯拉開始在一直一直按自己的先知 因為主要是看到雷諾斯是這種組合 基本上沒什麼對控的情況下 按一點先知 然後去幫忙自己正面去增加打這些狗的強度還行 這邊一波大的直接從上面過來 這邊成功了把這個神族無礙給逼退了 等一下關鍵就是這個 關鍵就是這個毒爆的滾速好了之後 這個滾速好了之後 能夠怎麼轉圈 怎麼轉圈了 去吧 怎麼一下 怎麼 他們怎樣 他們流斷線了是不是啊 我怎麼感覺回溯了 他們是不是流斷線啊 OMG 他們是不是搞我 看一下 感覺這個畫面剛剛看過 看一下是不是指揮到剛剛那邊又停住了 好 好像沒有喔 好啦那這邊 從族的毒爆滾速要好了 這個毒爆滾速 滾速好了之後 這個 就要開始去作獻這個 神族 神族家裡的農民 而且這是帶惡工的啊 這個惡工的等一下滾進去 你只要一個不小心沒有反應到 就是整片段的農民都不見 來了 這邊開始變 旅扣回家的時候 如果GD被打爆 他就不會回去了 肯定是不會回去了 沒有這麼厲害 好啦 這樣子 現在就要看 這個多線 目前Astria這邊都還算守得很好 都沒有被鬧了 這個正面 欸 被身體砸了 哇 沒有反應欸 啊 那個坡好像吃了一坡 不過 主要是這裡只有幾位獸 所以啊 還行 能接受 但現在有個問題喔 這個雷諾 他在轉 他在轉盾地獸 如果這個神族這邊沒有去轉 轉相對應的單位 其實後續是完全打不贏這個盾地獸 這邊看一下這波的盾地獸轉出來之前有辦法做一點事情 這個正面 閃爐在這邊繼續蹭 哇 這邊上面好像還在吃了一整坡的 吃了一整坡的追劣啊 這樣有點難受 這樣子後續 對地獸的科技都在提了 等一下下一波壓在臉上 你沒有滅光球 你只有這些 你只有這些BG兵 是打不贏那些盾地獸的 這邊還在撐一發地獸地獸 喔有上面這波很大波的毒爆 直接把這個超越電池給滾掉 耶上面有沒有滾到農民 好像狗還在包那個狂燕士 有有有有 這邊滾進去了 要滾進去了 但這邊上面刷了很多狂燕士在防守 還有一顆沒有滾到 然後這裡踩到建制立場 那這樣下面這波好像有機會 往前壓喔 下面這波好像有機會喔 對地獸還沒有變喔 看一下有沒有壓有沒有壓 上面剛剛好像最後也沒滾到 這2區還是有92樓啊 夠多 唉唷有一顆毒爆耶 他怎麼還有一顆 他好像 喔他撞到 這邊狂燕士繞過來 把這裡的狗全部都 全部都繞過來了 這樣子這邊應該要上了 這邊要上了 這邊要上了 這邊看到你只有機會之後 直接閃追上來硬吃 可以喔這波是一個機會 欸你怎麼往後走 而且這限制很多 我感覺這限制可以硬戳欸 限制硬戳吧 直接開能量硬戳了 直接跳在臉上 然後上面這裡的雷諾同時在換 但因為只有狗跟毒爆 所以裡面上面刷狂燕士 挺多釣一個礦 應該家裡還是守衛住 你這邊 這裡的礦被換掉了 雷諾還沒有機會變 還沒有機會變盾地獅 喔? 啊剛剛這波狗繞出去 反而要讓正面 這個Eustras是個機會 直接挺一扣過來 喔 完蛋啊看起來很危險 不過這狗再包回來 可以可以 狗包回來救 算沒有換掉這個礦 然後這裡狗 狗回來把這波救起來了 這個現在的問題就是 趕快後面盾地獅 還是要趕快變出來 因為主要現在神經是戰弓三防在給你打的 有引刀在偷砍 有引刀在偷砍 兇漢兇漢 有引刀在砍 砍得很開心 雷諾其實是沒辦法這樣子運送的喔 他沒辦法這樣運換的喔 因為他其實經濟是沒有很好的 他就是沾礦滿運運的農民量而已喔 他其實是沒辦法這樣子跟神族去直接做交換的 後面的雷諾變盾地獸了 那這樣子這個質量拉起來之後 等下神族這邊就變成他也要去轉自己的烈光球出來 這邊再繞過來看一下你上面這個礦還是沒有開回來 有 這邊 這個對立獸跨過來之後很難處理喔 因為只有這些BGP變成你可能要直接去跟蟲子做換家了 這邊要想辦法跟蟲子做換家啦 但如果蟲子家裡也有對立獸 你這個其實是換不太動的 這邊先制再戳 把這些量不夠的刺繩全部戳掉 好像 先制還是不夠多喔 這邊 重組這邊部隊全部回來救了 回來救了 這樣子 全部留得住 把神族部隊全部留住 再戳 再戳 有辦法照出來 有辦法照出來 先制再戳 進到來 這個白球死在這邊 全部都送掉拉 現在的問題 問題還是在 現在的問題還是在這個 OK 把那個先制點了 點 殘血了 問題還是在解決不掉這個自帝獸阿 你沒有轉型 你沒有轉型的話這個自帝獸對神族這邊是完全沒辦法處理的 而且重點是剛剛先知還掉光了 現在這個沒有增影 但必須後面再去去先知 等一下來照這些盾地說 現在重組加在這個口 這個口齒 重組加在這個口 對於說加在這個口齒是很難衝 哇而且踩到這個變成狂戰士都出來拍拍在自殺啦 還對槍斃啊 到底是這個東西在坑自己的吧 我的天 好這邊恭喜這個雷諾 我拿回一分喔 扳回一城 感覺這個 這個中期打的 中後期打的有點鐵 其實他是有機會 因為其實他中期兩邊的節奏其實帶的還行 雷諾的那個 狗毒暴其實沒有換到太多的東西 感覺他是可以算先自己主動先去做一些轉型 如果 如果他他可以去做一些先提早做一些轉型的話 這把後續 其實雷諾的經濟是很差的 他自己是沒辦法去做太多的 太多的其他的科技轉型 變成神族只要把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烈光球或者是航母先轉出來 重組應該是很難受 好 結定了 這邊我們來 我來重整一次 我感覺我罵好多喔 重整一下 奇怪 怎麼感覺回不來 怎麼感覺 感覺我怎麼轉都轉不到那個進度 奇怪 這個網頁還是壞的 等一下 中間再來處理一下 現在要進到這兩個人最後一把 地圖來到這個瀑布 地圖右上角 是紫色的重組雷諾 對 右左下角 好 是黃色的神主要去啊 好啦 這兩個人的決勝局看一下誰可以率先進級到這個 聖步的八強喔 老實講 老實講 今天這個雷諾打的 有點怪怪 底面上他打神經應該是死他救問的 但今天感覺他的節奏有點挺顯 沒有他之前這麼狂野的表現 就是這種神秘的建築學 又是水晶塔羅在前面的 不行看了就受不了 好想撞好想撞 又犯罪啊 好 這一把 這個小蛇是直接 下了一個目光議會 看一下他 這個後面是要接攻速教室還是要接引刀 對阿也下了 需要攻速教室啊 這個瓦斯亮 滴起來 來 喔沒有應該還是引刀 好打下去 這個就要看等一下 第一時間 這個 現在雷諾還沒辦法確認這個神主的開局 他這個必須要用狗 在這個 神主家裡附近開個視野 看一下等一下第一時間 人靜有沒有辦法抓到這個人靜出去的位置 他現在只能用眼見為平的阿 他現在有點難判斷 但可以 體驗上已經知道是VC阿 但 現在問題就是你後續要刷什麼東西 還不太確定 這邊引刀刷出來 第一時間進去 三根瓦斯塔應該也都紅 而且這正面 剛剛第一時間應該是有反應 這邊也想要先插一根瓦斯塔 欸 進去了 好啦遊戲結束了 怎麼會進去 我就說這種建築學就有很多問題喔 這個 哈 這個 要進去了你要怎麼辦嗎 啊 這個進去好虧阿 這波被這個狗繞進來 然後你被迫引刀全部都要呂扣回來 而且還死得濃 好虧阿 這是要打個雞鎚阿 他剛剛是一隻追劣 站在那邊都沒卡住了 的天 好啊 這樣子後面 喔 還要接閃追 這樣子還要接閃追喔 這樣感覺等一下 如果真的一言不合 這邊一波蟑螂大的壓過來 有點難受 想要是剛剛這樣子換完 這個神祖等一下 推的第一波 timing點就會慢 那這樣子 雷諾的第一時間 其實是可以直接刷到 三礦滿 因為以前鎖這個東西 還是要看 這個 呃 引刀 引刀這邊鎖完之後 要去注意的是 神祖後面會不會一波 接很快的一個 三礦沒開瓦斯的一波 阿結果 阿結果現在 因為剛剛出來的那一波 基本上這個 就比較不需要擔心 就算來 timing點也會慢 這邊要去阿 決定直接去跳烈光球 他也不推了 直接想辦法往後打 但這樣就要看他等一下 蟲族如果受不了 先去滾神祖 看他有沒有辦法鎖住 這邊再繼續想辦法蹭 只要是要讓蟲族的同胎沒辦法這麼開心的褲子 剛剛地圖算小 所以從 理論上這個蟲族的蟲才接過去到你家是很快的 你可以看到你這個後續 這個後續是接閃追了 連美諾的家裡是轉一個 炸彈狗鼓爆 看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先去壓一下 神圖的試控 不過這張圖 至少試控也還算好開的阿 因為試控也是個高地 如果今天蟲族要硬衝 其實也沒有那麼好處 這邊繞了兩隻教室來干擾一下這個事況 但沒點到什麼東西喔 所以這邊這一波 看一下雷諾這波很大的是不是要推了 大家想應該是烈光球在轉 一顆一顆在去阿 這邊有兩顆 而且全部球都在這邊 兩顆球都在之後 下面這一波是有點危險的喔 這邊直接點了上來 這邊其實沒什麼兵 而且這裡可能 這四個兵會不會直接被打掉阿 這四個兵會不會直接被打掉阿 這四個兵會被打掉 等一下它這個產能 中期的這個產能會差很多 而且這邊兩顆白球往前 第一時間下面點了一顆 這邊再操作再操作 後面烈光球跟過來 來 下面底爆從進來啦 舒服阿 來這邊開始多謝了 第一時間反應是有的喔 第一時間 弓兵全部拉走 沒死到什麼東西 但這邊正面再來 來 地光球丟 這邊應該先把建築球打作一個洞阿 等一下後續如果 要改打另外一邊 就有一個位置可以穿進去 等於自己家裡已經回去跳三分了 等一下還是要靠飛馬來解決這些地光球 這邊如果沒有飛馬 還是會打得比較痛苦一點 等一下再換個位置來多謝 這邊選擇 這邊是來頂這個四礦 然後 等一下下面再繞一波毒爆 去滾那個 那個三礦的空間 這邊兩顆白球機身被抓掉 毒爆再往空去裡面滾 第二攻球機身丟出來 散的還行 這邊再散 也沒炸到什麼東西 但這一趴好像被炸 阿過頭了 過戰不停阿 哇 剛剛那一發如果沒有過頭 感覺應該是可以炸一整輪的結尾獸 然後自己家裡反而被炸了一整坨的農 這個三礦的農全部被炸光了 剛剛上面這個 這邊有點可惜 而且現在 這個自己三基地的農 被滾掉一波之後 變成 變成這個Timing點很難受 而且這裡狗又穿進去了 完蛋啦 這邊 又找到一個你的主力部隊不在的位置 直接頂上來 蟑螂這裡再換 直接硬換 直接硬換 但部隊裡面又引刀在砍 這個龍應該是 主礦惡礦在死喔 這個主礦惡礦的狗進去還在打 哇 這邊只能打出來GG 這個惡礦恐被穿進去 在這個 神族最怕的就是在這種 你自己已經很脆弱的情況下 你又被穿了一波狗進自己的主礦惡礦 這個 這個絕對是最致命的 這樣子 蕾諾是2比1喔 這邊是戰勝了這個Ustria 這邊戰勝了Ustria之後 先進級到了這個勝負的八強 蕾諾還是會做飛嘛 那今天都不做喔 那今天都不做喔 那我們今天第三個Ball就結束了 等一下第四個 第四個Ball的話 就是由這個小Hero對上的是Classic 然後這把比較關鍵的是這兩個人的敗者 會在明天打的是我們的這個REX 所以我們這邊也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等下一把開始這樣打 就可以了 下一個小Hero 下一個Ball的話 我們再次不打會 下一個Ball的話 說要還得來 戀得到 上一個Ball的話 如果你那會弄來 動詞 下一個Ball的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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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